咱们书接前文 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 敌的人敌工 在这对红残军说 你看了 这个丁秀才 写的这个诗 有一首啊 古绿的 我给您念上一念 你呀听一听 秀庆香罗障 温柔富贵香 情事无典章 心醉望刚长 月圆成鸾凤 花好配鸳鸯 心取素心归 肝胆 照愁长 这敌的人敌工啊 将这诗稿啊念完了 仍在这个书案上 这首诗除了这个运箱对账 尚且有点像这个律师之外 实在是没有可取之处 灰的丁秀的又如此的 闲情意志 写的这等了规格相见之诗 哼 好不无聊啊 敌的人一边说着一边摇着头啊 又一面慢慢的捋起了又长又黑的 一步美然 突然敌工一惊 赶紧的捡起了这个诗稿 又仔细的研读起 红参军一见 就知道自己的主人呢 有所发现 赶忙的站起身形 在敌工的身后 一起观桥 敌的人这边看着看着 以权的鸡桌子命令的 赶紧的将家宅管家的公司取来一月 红参军呢 赶忙将存放丁虎国案卷的皮箱子 从这个档案房啊 搬来 从中啊 取出了公文一卷 敌的人接过来 从头至尾 看了一遍 又放入了箱中 离开了座子 在这个屋里 镀起步来 两久 敌的人停住了脚步 叹了口气 哎 人哪一旦坠入了这个情网 就忘乎所以 不能自拔 什么坏事蠢事 都能做得出来 现在丁虎国这个案 我心中已经有了一半数 好一个上风败从 丧心病狂的凶犯 咱们再说这个马荣 这个马荣跟陶干 还有那个方正 在这个东方方正家中啊 会齐了之后 已经过了晚上的衣经田 丧人啊 在桌子旁边 默默的相对而坐 烛光下一个个的 脸色阴沉 面容憔悴 丧人呢 将这个东方挨家挨户了 像如同啊 毕头发一样 梳理了一遍 连这个白蓝的影子 都没看见 马荣啊 将这个牙医 分成了三路 好干 领了一路 方正领了一路 剩下一路 他自己带着 每一路又化整为零 三三两两的 从不同的路径 进入了这个东方 这三路人嘛 先是以啊各种的借口 寻找啊 各家的大小买门 以及茶馆九四 又去各家各户 挨门的查找 方正这一路啊 还吓跑了几个梁上君子 马荣啊 带领人呢 还驱散了一伙赌徒 逃干呢 这一伙 则是啊 打乱了 一对爷鸳鸯 枕上之梦 但是就是没找到 白蓝的这个踪影 最后呢 他们只好啊 拿着方正提供 户籍布测 竹门竹户的 核查人口 仍然是一无所获 逃干一看 我寻思来寻思去 恐怕这会儿逮人呢 将这个白蓝 关在附近 一所房中了 只不过几天 他呢 知道了白蓝 私自去这个三宝寺之后 大为惊恐 故此将他迈到了城中 别处 某一个行愿 喝着一个秘密的 游会处去 这个方正一听 咱们在这儿 土生土长 如果说他将白蓝 一手卖给了某一家的行愿 有朝一日 野游的这个客家会认出 并且告诉我知道 这个风险 他断断是不敢承担的 也是不敢做的 卖给某一处 优惠处 倒是啊 有可能 只是这么大的一个城池 寻找起来 有如啊 大海捞针的 这可不是三天两天的功夫 可以访个明白 马荣一听 城西北 那些个行愿 不是极少有这个汉家客人光顾吗 黄正一听 点了点头 那的确是一处啊 专门供这个呼人 循环作乐的所在 想当年啊 西域诸国的皇宫贵族 行商客旅 莫客骚人 云集在这个蓝房 所以说啊 北边那可谓啊 盛极一时 就是现在那里的昌幽啊 仍然是五花八门 都是昔日 一流下来的 不过都是年老色衰的 马荣一听 站起身形 紧了紧腰带 我现在就去北边走一遭 为了避人耳目 我只身一人去 夜间咱们 牙中相见 陶干将这个左塞上 三根燕毛啊 年了年 说道 我以为此季甚好 咱们查访这个东方的消息 明天早晨就会传遍全城 因此今天晚上 咱们必须火速的行动 我就去南边打探一下 此行我虽然说 不寄予啊 多大的希望 但是不去看看 这心里头 总是不踏实 万一坏了大事 那就后悔莫及 方正啊 正打算与这个马荣啊 同去 于是就说道 北边 乃是盗贼乞丐 流氓出没之地 你单枪匹马 深入虎穴 恐怕是凶多吉少 马荣啊 一听啊笑笑 哎 这个没关系 对付几个泼皮 我自然有些个手段 说着话 就将这个帽子 摘下来 交给了这个陶正 一根啊 破布条子 他缠了这个头发 腰带当中 塞了一袍 一副袖子 高高的卷起来 方正这种苦苦的劝嘴 马荣啊 只是不听 一扑了脑袋 自己一个人 扬长而去 消失在黑幕堂 不过这这街上的行人呢 仍然是嘻嘻嚷嚷嚷 一看马荣啊 这一副屋子 早就纷纷的躲到了一旁了 心话说怎么的 来了个神经病 马荣啊 穿过闹市 走过了糊涂 大不留心的向前赶路 不久就到了这个北边 这就是有名的 哎 按现在来说吧 红灯区 叫北辽 这个辽子 过去来说呀 当什么 简陋的住房 说这北辽 现在自然是另一番啊 景象 但只见茶馆九次当中 多是这个胡人 说个白话吧 少数民族的 身着异装 口中说着番语 马荣啊 这等模样之人 在此处啊 并不先见 故此他们一见马荣 自然也就默然试试 那他也就没当回事 马荣啊 拐过了一个小腕 但只见前面 一排的平房 门口啊 军事挂有这个灯笼 彩石 又远远的听见 琴笛之声 有如啊 晚鸭造林 鸭鸭的刺耳啊 马荣啊 正向前走 突然就看见一个 衣衫褴绿之人 突然从这个黑暗之处 走出来 以这个蹩脚的汉语问道 客官 有这个梅人 你喜欢吗 打梅人 马荣啊 爷站 上下将这个来人 打量一番 但只见他呀 喝 揪行告面 傻笑当中啊 露出了一口 残缺不齐的大黄牙 马荣一见一瞪眼 骂的 你个鸟人 看着令人恶心 前面一落 给我找一个好去处 并且我告诉你 还得那个价钱公道 并且还得懂些个规矩 伺货好了我 我大大的赏钱 这个丑八怪 显然呐 明白了马荣的意思 赶忙引着马荣 走进了一条小街 街道两旁的房子 这个门面 昔日 也曾啊 粉刷 庄房的漂白亮亮 如今却因为修缮 吃费 早已啊 破旧不堪了 街道侧门啊 这儿有个门帘子 挂着 苍游啊 这一阵 以门而立 一个个的 和 农庄 艳粉 穿红 披律 一见马荣啊 两个人走进来 赶忙啊 笑脸相迎 这个马荣啊 也不搭话 只顾向前走 这个丑八怪 领着这个马荣 到了一栋房子跟前 两盏灯 高挂在这个门上 看这个门脸啊 略微的比别家 略微的要好一点 丑八怪说 客官 这家就是 见你的没人去吧 说完了 他扮了个鬼脸啊 向这个马荣 伸出了一只脏手 马荣一看这只手啊 好跟粪叉子 马荣上前 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弄他这个脑袋 在这个门上 撞得山响 你个龟孙 真是瞎了一双狗眼 你眼见客人 就得去这个账房领上 这样的老规矩 你不懂 你却打爷家的主意 你想捞个双份 我告诉你 人家开粗租的奔这来 那个账房 都得给一份缴钱 喝着 你呀怎么着 又不去通报 我我我我怎么着 还得给你一签呢 我就用你脑袋敲门 阿堵 阿堵 好嘛 拿脑袋撞门呢 一会儿的工夫 一个大汉 打开了大门 但只见这个大汉 秃头光闭 一只独眼 直盯着马荣 马荣一看 我说 这个主 他一直啊 这个丑八怪 他七声 打算拿我做大头 这不是有眼无珠 自讨没趣吗 对方啊 把这个脸一沉 转向了丑八怪 贺文的 又拿一次 少了你的伤钱 你还不快滚 紧接着 对着马荣啊 赶紧的陪着笑脸 客官 您请 这个屋子里 他既闷呢 又热 一股啊 阳山气的 这个臭味 直葱这个鼻子 中间地上 支着一个火盆 四脚啊 矮凳上 围坐三男三女 一个个都是 坦胸漏壁 手持着铜签子 拨火在这烤肉 啊 烤的什么肉 羊肉啊 这是什么 羊肉串啊 长班的看了 马荣一眼 赵九里 先说铜签无师 随后自有 饭食款待 没人相赔 这还管吃喝 马荣啊 从这个袖子当中 掏出了铜签啊 一串 松开了这个绳子的绳子头 非常利息 掏出啊 不多不少 整五十枚铜签 搁在柜台上 长班的伸手啊 就要取 马荣啊 一下子 把他这个手腕呢 给抓住了 压在这个柜台上 慢 我再问你 可有好酒结合 长班的一听啊 按照这个规矩 这好没有酒 马荣啊 松开双手 将长班的 向后这么一推 一边脸着铜签 一边说 你既然不认 我也不义 死了你这个张图铺 我还不吃啊 生毛猪呢 长班的一件 到手的铜签 又给收回去了 赶忙说 得了得了 算你是个官家 就破例 饶你一壶 好酒 马荣啊 转弄为喜 哎 这还行 下一次 仍然照顾你的买卖 说完了 他将这五十枚铜钱 交给了柜台 转身在这个火喷的旁边 找了一张小当 坐下来 也学着 另外三个嫖客的样子 脱下了长袖 系在这个腰间 又去这个火喷上 取了一串羊肉 羊肉啊 羊肉串啊 这这儿嚼起来 一个嫖客 这这儿已经有了三分的醉意 一只胳膊搂着身旁的女子 摇摇晃晃 哼起了下流的小曲 另外两个 则是清醒如常 以这个翻语 说着话 这两人不算高大 但是一身的紧肉 不可小瞧啊 长班的江一壶酒啊 不过这个壶不大 放在了马荣的面前 自己啊 回到柜台 一个女子起身 从这个琴架上 取来了皮革 身子你靠在墙边这儿 自弹自唱起来 虽然说不成功调 但是唱的 这个声音还非常好听 也有一番的风趣 这这后门处啊 走进一个女子 粗俗当中啊 略微的显着几分的姿色 她在马荣身旁坐下来 一副圆脸啊 微露这个笑容 马荣这这 捧起酒窟喝了一口 也照着风月场中 一套斯文 问旁边的这个女子 但不知大姐方明 青春几何 这个女子啊 嫣然一笑 只是摇头 原来啊 感情的不懂汉话 马荣啊 冲着对面 两个嫖客说 幸好我跟这个妮子的勾当 并非是谈天说笑 如果真是那样 还麻烦了 还得找翻译 这只一个嫖客一听啊 文言大笑 朋友 你尊心大名 啊不敢 我呀姓荣 单次一个宝字 哎 你叫什么名字 何处你学的 一口这个流离的汉话 我跟你说 人们都叫我猎户 我在这个兰坊 好多年了 汉书啊 我厚厚的读过几本 岂能不懂你们的汉话 你那个小妮子 名叫托尔卑 但不知朋友到此 你有何归干 马荣啊 心中不快 没有理他 只是默默的 捧起这个酒壶 自掩了一口 又递给了这个图尔卑 这个猎户啊 耸了下鼻子 冷冷的说 如果就为这个事来 何须原道的 专程到此 你就嫖这个小娘们 这个马荣啊 怒目相视 突然之间站起来 走向了猎户 图尔卑啊 阻拦不住 马荣啊 早已啊 到了这个猎户的身后 抓住猎户的胳 这么一拧 急言立色的说道 你这个种好不仗义 也跟你往日无冤 近日无仇 今天也出登门槛 也没曾冒犯于你 你却疑神疑鬼的 如此的盘问 慎谨 我说你这是何意 干嘛呀 嫖娘们 还查户口啊 这个猎户 还是众人 另外一个嫖客 只顾啊 撕咬这个烤肉 也不理会他 长班的 依着柜台而立 悠闲的提着这个牙 也假装啊 看不见 猎户一见众人啊 没有一刺柱子 只得软下来 哀求道 龙大哥 龙大哥 你摸腰见怪 只因为你们汉人 出了官府全门 偶尔的前派人来 像我们这里 离家催要 这个刻音之外 平素是积少游人 到此地瓢娘们的 过此我问一问 我没有别的意思 马戎啊 在这松开了手 回到了原来的座位 下坐下来 一口酒啊 将剩下的酒啊 饮干了 本来啊 这壶酒就不多 他拿自己的左手背 擦了一下嘴唇 哼 有道是啊 不打不相识啊 今天咱们既然有缘 相互于此 我也帮满你 我呀 本来是临线一个兵卡 戍边啊 知亲的 那个兵卡到此地 算来也有三天的路程 只因为啊 有一天 与这一个同营 守卫的兵族 我们俩争辩 斗趣 无意当中啊 在他这个脑后 轻轻的一拍 没成想 他头破脑裂 顿时毙了命 我虽然说鼠叶 尸首伤人 究竟人命关天 上方不知就理 岂能不问罪于我 让我偿命 到那这 我纵然浑身试口 我也难分辨的 我们俩是因为斗着玩啊 与其啊 速守就擒 我不如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于是我披星带月 一路逃到此处 如今我是 哎 怎么说呢 有家难奔 有国难投啊 处处又都是 米猪新贵 出逃的事 所带的一点点盘缠 已经所剩无多了 很想找点差事 也好赚得几文钱 了解饥渴 甭管怎么说 得找份职业不是吗 如果说你不嫌弃 有心提携于我 我定人 孝全马之劳 虽死不辞 另外一个嫖客 他不懂这个汉话 这个叫猎户的 充当这个翻译 将马荣啊 所讲的这个话 以这个翻语 一一的翻译过来 两个人呢 这这都目视着马荣 将信将疑 这个猎户啊 早也啊 存有这个戒心 荣大哥 你我既然是朋友 岂有不关照之理 只是目下 没有啊 这个差缺可为 一时实难聪明啊 容日后 咱们再做计较 那意思 没办法 啊 现在我们都下岗了 你看见了 我们还没有这个职业呢 还能说给你找吗 对不对 您啊 委屈一点吧 不行的话 你到那个民政局去 你领那个低保 马荣一听放屁 我哪找民政局去 以我预见 这这马荣啊 看了看他 寻一件差事 倒也不难 比如说 玄仲 一个黄黄的大闺女 我将她抢来 再卖给她 烟花柳相 我何愁 银子不来呀 荣大哥 你有所不知 昔日官道 一路都通在蓝房 王侯将相 哎呀 那些个人 经常的来 那个才子 文人 多会于此 这循环作乐的勾当 自然就不必说了 那阵美女一鸣 那就是 摇钱的薄树一颗 家有师女 就可以日进斗金 如今却是 人少客席 百业不忘 这滑街流香的买卖 你看见了吗 也是日渐凋敝 墓下大小行愿 均是人多客少 哪里还去做这个 回本的交易 完了 小姐呀 也是挣不着钱了 真可谓 今非昔比 此一试 彼一试 完了 我们这个小姐 也快失业了 我们倒打算 转业 到这个歌舞团 应聘去 马荣第一次 试探不成 于是又单刀直入 第二次试问 也有人说 你们这个北辽 也有汉家的歌迹 舞迹 但是不知 此话当真呢 这个猎狐一听 摇里摇头 这话从何说起呢 我在此多年 也没曾看见一个汉家的女子 你修看我们这些个一珠子姑娘 不是自夸呀 我们的姑娘 体魄雄剑 哇 她们的姑娘 您听了吗 体魄呀 啊 就身体雄剑 门能歌舞贪唱 无能骑马舍剑 你们汉家女子 自然不能跟他们相比了 马荣一听立即复合 对对对 谁说不是呢 如果说小看了他们 今天我怎会到此啊 来野游呢 可这只猎狐啊 锐利的目光 再一次向马荣啊 扫过来 又以这个翻语 向伙伴讲了一番 对方啊 先是摇头 进而又似乎啊 欣然的应语 这个猎狐这着 站起身形 走进了马荣 将这个土耳背推开了 坐在了马荣的身旁 小声的说 荣大哥 没差兴许 刀有意见 但不知 唐石冠军当中 所用的兵刃 你可输之 马荣一听 暗吃一惊啊 心想他这话 问他蹊跷 不如啊 我将计就计 探他一探 于是啊 他拿定了主意 赶忙的达到 兄弟 我不敢说 一声的容满 但是 我这么跟你说 五枪弄箭 沙场厮杀 这个勾当 也是略知一二 不是兄弟 我夸口 这军中 十八弯兵器 我是样样的精通 样样的在航 我告诉你 还别说 这十八弯兵 我连那导弹都知道 有人说 王川林 你竟胡舟白脸 那年有导弹吗 有 老导弹 说这只猎货 将马荣 拉到了隔壁的房内 正色的说道 你既然是行家里手 我们不妨直言相告 据我所知 几天之内 城中 必大动干戈 只要你好自为之 助我一臂之力 这招财金宝的买卖 就是小事一见 哦 马荣一听 一抓他的隔壁腕 此话当真 绝无戏烟 马荣一听啊 看着他 造化了 但不知你们赏钱 多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